洗脑 洗脑这个技术是19世纪因为汉诊停火之后 政府交往才有的 洗脑被输入控制是通过系统性方法 有家人又会故意向别人灌输入 来符合超乡者的议员 这少年山的手路和规定都叫做洗脑 洗脑条条红用在政治、忠告和商业活动党民 台湾自191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高大 和中国国民党政府通知 当官者为了要控制人民 共制向人民灌输洗脑教育 将教育变成政治干顾 是国民党政府通知台湾最要求的政策 当时 实施东华教育 灌输台湾担担中国输送 利用教育操作冷修作行运动 它是越高脱脑的人 脑性格越匿体 当洗脑通知台湾 也把台湾人的筋交为洗脑 国民党政府为了 要达到政治上的目的 登记在学校、媒体以外创的力量和主信 洗脑 台湾人是中国人 在宽威时代 通知者和欧共作伯 无人家接规 连周全都是中国的航台 台湾人也思考思脑上心 这种比洗脑的身份运动 一档过一档 一档有一档 一档有一档 够双变成真的 真正是民策作白的可怜代 1983年到1995年 是台湾清治世纪 那时 清国驾台湾的人口太多 会变成欢庆合影的基地 所拜斑驳 都台禁令 规定甘打孤身的女婦 可以来台湾 不准判家馆 所以来台湾的汉民族 大多数是男性 努性真正 要选汉民族的 女儿做母很困难 经济主流管制 172年 在家里大部的争讨 257的汉人里面 简单有一个努性 要选一个汉民族 台湾人 感动是 阳红加孙 正 高兴一行与 丹顺性 高兽 抹用台湾 不敢 作坚的 组织控宛 系统 和 没有挡拆 苏拜 扶着过去 犯罪小脑的受伤 仗 欠罪 一家亲 运气比暗戴的真相 看清楚 你 到底 是什么人